如果我要介绍今天这位嘉宾的话 我一定要提到本地一位名人 那就是本地银行家黄祖耀 而这位嘉宾就是黄祖耀的女儿 这几十年来 她一直忙着打理酒店的业务 也开了餐馆 还开创了一个SPA的品牌 现在她已经六十多岁了 已经是一位祖母了 感觉上应该是可以退休了 但是其实这几年 我时常在媒体上看到她 她自己也说她自己越来越忙了 那么忙些什么呢 原来是慈善事业 我想她已经找到 接下来十多二十年的人生目标了 看到你这几年 都是和公益活动有关系的 那么在这以前 多数就是签个支票 那个时候对社会了解不深 你父亲黄祖耀先生 对你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 虽然他要求很高了 不过我就是问心不愧 其实我知道你很喜欢音乐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要我唱吗 我是黄伟玲 我从事酒店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 下来的二三十年 我希望能够回馈社会 做更多有意义的工作 我是一个女儿 也是母亲 也是妻子 又是外婆 女人在不同的阶段 都有不同的任务 不同的工作岗位 但是在不同的岗位 都能找到不同的乐趣和快乐 很多机构都喜欢在中央商业区 办推广活动 特别是午餐时间 今天这里附近就有一场 华越推广活动 黄伟玲的餐馆是联饭机构 你们现在饿了 这就是午餐 为什么不买一招式 四川豆花餐厅 是绝对的食物 每一招式 这个是幽闭的 它给我们这个墙地 那我的转 这是准备了几百多盒 好像是几百多盒 几百多盒 你看过哈密斯汉指挥吗 蛮好玩的 不过很生动 其实需要这样的职位 因为下面的人就会 说到很累 天气很热 蛮头大汗的 今天还好 今天天气还好 主要要把音乐带入民间 四川豆花刚好又在六四楼 所以我又一向来很坚持 有时跟文化都不能 都是一种好的体验 所以就 这是我们的第四年了 他的音乐 他选的音乐 就是给人家能够有互动 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 你会摇摇这样 是的 非常不错 你变得高充 你变得高充 走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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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常常去参加这个华乐的表演 那么再加上跟郭子辉 跟他们的几个董事部都很认识 那么大家也有同样的这个意念 就是说要把艺术带入民间 滑越带入民间 给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 一般普通大众 普通大众 对 加上我也喜欢嘛 也喜欢音乐 那么一面听音乐 一面吃饭和感觉很好 我就很简单 就是一碗面就这样 你说对吃的话会随便吗 对吃的话我觉得 当然要好吃 这是一定的 不过地点这方面 只要在一种很舒服的环境就行了 不需要太过照做 我的人很感激 中午那场华月演出之后 王伟玲回公司继续上班开会 不过她今天的活动时间特别长 她等一下又要回来这里 因为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场音乐会 今晚是第一次的尝试 也是第一次在晚上举行 七点到八点 所以从那边我们可以看看大家 对爵士音乐在这个 市中心的感觉如何 是为什么还是大力支持这个活动呢 因为有一群人很喜欢 周围有些朋友很喜欢 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她很喜欢 那么会有人喜欢一定是有这样的观众 那么就给他们一个平台来展现他们的才华 所以对于文化活动员现在都是够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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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还是有没有一场设想要你去听 了解一下 因为发生过也会欣赏 不怕我会拖开那边 会学他们的草莽开花 年轻的时候就来得不好可以熟掉 现在我就觉得一定有他的人好的原因 所以你愿意花时间就是去听一下 去听一下去了解一下 那你打理酒店的业务已经很多年了 主要是负责资产和生活品牌这一块 那你感觉到这几年你的工作重心 是不是有所改变了呢 最近我倒觉得这几年 我就觉得我就负责了那一块CSR 我们公司剧团的这个CSR program 那么接触不同的人 不同的东西那么也觉得更有意义 因为我向来比较注重亲力亲为 所以去做什么东西都是自己要先去 去看一看 这样子给一个肯定 所以感觉上是有更忙碌还是说比较放慢步伐呢 感觉好像比从前更忙 那么但是又做不同的更有意义的工作 就是我时常在媒体上看到你这几年都是和公益活动有关系的 那么你觉得是时机到了还是说是因为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时机到了 那么再加上我觉得我们以一个社会企业 应该懂得回馈社会 我们是一个大剧团 应该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你们的酒店有哪一些CSR活动呢 我们酒店除了这个叫做环境的 对特别需要的群体 我们也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 你好 你好 来 我介绍 这是Brenda 哈啰 他是负责我们的制服部门 所以Brenda在这里是做什么任务的呢 奔发制服 对 你好 所以你们在为他们就是聘用特殊人士的时候 有特别设计那个工作吗 对 都是要量身定做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才华不同 所以我们都跟这个职员 都有一个很深入地去了解每个孩子的需要 那么都是量身定做 所以她平时的工作流程 可以示范给我们看一下吗 你可以做给我们看看吗 可以 好 来 过来 你每天做什么 可以 这些事 在这里写951 所以你就要根据915 年工来认领的时候 他是说你是属于哪个什么号码 915 他就把915这个字符拿出来给他 那么同时他也给厨师的帽子 对不对 他们带的那些帽子 所以他主要就是分发 然后根据这个电脑上的那个号码 然后就根据号码 然后再把它挂上去 或者是取下来 是这样子对不对 是这样 企业要负起那个社会责任 但是员工也要配合 那么一般员工对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们的配合程度你觉得会高吗 我觉得我们的员工都很有爱心 也很有耐心 那么都配合得很好 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 或者兄弟姐妹都很不错 那么我觉得这个 这种叫做inclusive hiring 能够让我的员工更有爱心 不只爱心 还有耐心 不只爱心 还有耐心 不只爱心 还有耐心 你好 安娜 你好 安娜 你好 安娜 你好 来 来 上来 起来 让我介绍 她是安娜 她负责我们人事部的行政工作 你好 安娜 你好 您好 很好 她平时在负责行政工作是哪方面的呢 她就是负责我们的最重要就是这个发领 所以你觉得像你所谓的这个inclusive hiring 就是比较包容性的一个聘用 她其实照顾的不只是一个孩子 对吗 对啊 她也是照顾她一个整个家庭 对啊 也是照顾整个家庭 孩子开心 父母也开心 那么孩子有一份固定的职业 对父母亲也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 所以安娜她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她已经有两年了 那么今年是21岁 她在这里工作两年了 21岁 那么就是负责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那么减轻了我的人事部的员工的一些压力 对 我们现在酒店就是很缺乏人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员工 那么他们需要一份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配合很好 这里以前是一所学校 黄伟玲和她的堂弟所开创的慈善机构 就设在这里 这个慈善机构主要服务特别需要人士 也是黄伟玲个人公益事业的中心 你好 伟玲 你好 早安 苏华 你好 早 来 我介绍我堂弟 武全 你好 您好 欢迎到我们的中心 好 所以进去看一下 对 这里很舒适 看起来 对 这里是我们的家长的休闲中心 给家长用的 你说这个部分 是的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地方来聚集 来交流 同时学习 那这个地方主要提供什么服务呢 我们提供一个一站式的综合服务 包括那个智能理疗 物理治疗那个 口语治疗师 然后艺术医治疗师 针对那个特殊儿童的这个团体 所需要的各种不一样的领域的理疗师 对 那我看到这个是一个旧校舍 所以你们当初在找地方 或者是在宣传方面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首先说 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些地方 我们就是有意地避开那些广场 就是那个太多 太繁忙 太比较杂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认识到那个 这个自然对外 对这个孩子有一些帮助 那就选择这个地方 那么一般上 你们多久来这里一次呢 魏玲 对我来讲 我就没有常常到这里来 那么对吴泉来讲 这是她的办公室 是吗 所以她每天都必须冒到 所以你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的任务 我比较是对外 那么跟社群 跟那些慈善机构有关的这个 政府单位 政府单位的这个交流 好 我们再来参观其他的设施吧 所以这些都是 不同的那个理疗师的办公室吗 对的 理疗师 对的 哦 理疗师 对的 其实这些都是孩子们的 做品 做品 好 来 准备看 你好 这是我们的艺术 对 从艺术的画作看她的那个心理状况吗 对 就是一个桥梁 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因为很多最特殊儿童 有一部分是不上常说话的 要通过这一个 画作来表达她的一些想法 对 另外一个语言我们启动 对 就是 颜色也是有关系的 对 颜色 对 从她怎么选择那个颜色 也可以表现她的那个时候的心态 所以像这个情况的话 如果我们要参与画画的话 她会建议 例如说这个孩子 你能够参加吗 对 当然 你能够参加吗 你能够参加吗 当然 你能够参加吗 因为真的有颜色 不要参加 对 我可以尝试 你能够参加吗 所以这种方法是 其实NC和妈妈 用了她的肌肉 来描述 我明白 你喜欢做这个 NC吗 是 很好 促进亲子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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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重要 现在大家很多 做自己的东西 各自做自己的东西 对 所以现在这个机会 在这个一个小时 大家能够在一起勾动 对 对 有个栋栋栋 有个音乐学校 都放开面的 好 到外面 好 里面有非常可爱的一些摆设 对 这是Garden by the Bay 是吗 对 来 请到外面尝试 好 所以你说这是Garden by the Bay 他们捐献赠送给我们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摆设 兔子 兔子和太阳花 太阳花 所以它营造的是一个开心 然后色彩缤纷的那个 色彩缤纷 这和你们的这个超级人 它的异彩人生 异彩人生 异彩人生 很贴切 再加上我们的标志 我们的这个丝巾 或者你要不要把你的丝巾拿出来 对 我发现你们今天都带了相同的 你带了领巾 丝巾 对 可是它都是一块色彩非常缤纷的 对 就是表示不同种族社会 不同的才华 不同的就是开心 就是开心分 和睦共处 和睦共处 大家一起都很融合在一起 怪不得你说你对颜色非常地敏感 对 其实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们会特别针对这群人 就是特需孩童 来作为一个援助的对象 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孩子都是爱念书的 所以一些不念书的孩子 那么可能在艺术方面有他的才华 唱歌 跳舞 那么我本身对艺术文化也很有兴趣 所以就是因为要有兴趣 就从中中边就发展 那么我也相信小孩子 艺术文化要从小培养 可能每个孩子的天分都不一样 对的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机会 让他们去尝试去挖掘的话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那么我也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只是说我们要花时间去发掘他们 花心思 要有耐心 所以你为你的这个异彩人生 这个慈善组织定下怎样的一个目标吗 我们本身希望能够给更多社会人士 参与那么给他们更了解 包容的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因素 一个因素 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起参与 大家一起过一个很多姿多彩的人生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的是一个 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牌匾是吗 对 这个牌匾跟那个老树 那挺棒的 棉花树 你说这个校舍是1928年 28年好像 如果我没记错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 看看我的记忆力多好 这就是旧校舍有很多一些学校的痕迹 对 这生意是长浪 这是1930年我们的建国总理 建国总理 宇光耀就在这里上课 牧棉树 对吗 像什么树 它是卡伯 卡伯棉树 卡伯棉树 就是那个卡伯棉树 牧棉树 牧棉树 那就叫牧棉树 牧棉树 牧棉树 难得来这边 对 难得来这边 谢谢周杰 刚刚打个招呼 对 80年的古树 所以类似这样一个80年的古树 你觉得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任重道远 对 就是希望你的慈善事业 也能够像它这样子 希望我们的慈善事业 能够带给更多社会人士的加入 那么也受惠更多人 其实你在2012年开始 也就是担任了 Project We Care的那个主席 对 这是关爱计划 对 这是人民协会属下的一个小活动 那么我从40间公司 发展到今天已经有400多间 中小企业加入我们 那么我们搞的也就是公益活动 公益活动 因为大概只有十年 那么在这以前 多数就是签个支票 所以现在发觉到 那个时候对社会了解不深 那么现在反而觉得 这十年来反而觉得 自从参加了这个关爱计划之后 对社会了解更多了 那么也懂得怎么样 这样在哪一方面应该加强 这样子 公益活动之外 我也看到就是 你经常就是和你有关的报道 其实都和文化活动有关 或者是跟音乐有关 其实我知道你很喜欢音乐 我才刚刚才起步 我现在是专攻声乐 那么乐理 那么都参加考试 是吗 就是你必须就是真的唱歌 在考试的那个 在面对考官前要唱歌 对 考官 一对一 真的 一对一的考官 那么还有要背五首歌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对我是一个考验 因为这个是 考记忆的嘛 所以五首歌是 你自己选的吗 还是他们指定的 就是他们都有他们的课程 指定的 指定的课程的 而且是外语吗 到了六七号 都要有一两首外语的 有没有一首是 可以自己选的歌曲 一首就是民间歌曲 就是华文歌 华文歌我就选了 第一首是选了《茉莉花》 还记得怎么唱的 记得 要不要就是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要我唱 愿意轻唱吗 轻唱啊 还是它需要配合就是钢琴 不需要了 我可以轻唱 因为我们都是 都要轻唱 外语歌都是要轻唱 我知道 就是它就看着你 你就唱 例如说我是考官 所以你就要在里面唱 对 你会怎么还要背 怎么还要背 我要印象你 有及格 分手分数可能马马虎虎吧 有没有一首歌可以 就是一句《茉莉花》 《茉莉花》 那这样 对 谢谢 非常地优美 所以到了这个年龄 还非常积极地学生乐 还要去考试 对 我不需要考试 但是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一个目标 不难的话 人家就说你唱歌 就打发时间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打发 是 我可以很坦白跟我 一文我的同事和朋友讲 我没有时间打发 当我要做一样东西的话 我就要认真的做 这里是2012年开张的 对 对不对 它的整个环境非常地清幽 再加上你会看到这个整个四容 对 那当初你在参与设计这个酒店的概念的时候 你有想要把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融入这个酒店吗 因为这里是市中心 然后可是现在这个环境 看起来又好像非常地清幽 对 好像是在一个避暑圣地里 对 市区中的一个避暑圣地 是 而当年我跟设计师的讨论就是说 因为我喜欢花草 那么在市中心如果有一个热带地区的 这种感觉 好像热带森林这样 好像热带森林的感觉 会特别好 那么商务客也会很喜欢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就把这 这个健康桌 就设计成这个 所以这个酒店是有一个所谓的 养生的楼层 有 这整座 这整层楼都是属于 生活生活中心的 所以我们有 有SPA 有健身房 还有鱼蓉池 那么SPA 一时都是你的一个 非常注重的业务 对 这是我的其中的一个品牌 也是你其中的一个最爱 也是我最爱 那你觉得你的SPA和其他人 有什么不同 应该是20年前 我们是属于第一家挂牌公司 成立SPA SPA就是多数 就是由美容界的人来负责 那么我们是属于酒店管理 从酒店的那个角度 出发来管理一家就是SPA 对 所以是结合酒店的设施 和它的一些资源 然后来管理这个水疗的生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配合很重要 所以很符合 对 也不止就是针对旅客 本地客也有 本地客很多 我们这里本地客很多 本地客也是我们的会员 这道菜是鱼 我的是广东市的煮法 你的是四川市的煮法 那么你这道菜叫水煮鱼 已经有二十一年的历史 所以从你们一开业 就有这道菜 就有 那我知道这家餐馆 其实是二十多年前 你父亲黄祖耀先生 交给你的一个任务 可以谈谈当时的情况 你是怎么样接下这个任务 他到北京公干 那么觉得那边的菜肴很特别 就问那边的经理 有没有兴趣到新加坡 开一间四川豆花 就把这个餐馆 就放到我们的剧团 就一路上就这样地经营下去 那么二十多年前 听说你不太熟悉四川菜 对吗 对 二十多年前 其实川菜并不流行 那么都是广东式的 那么也是蛮大胆的 就把引进川菜 我只知道是麻是辣 从锅油 麻辣 慢慢就比较条条 适合本地人的胃口 但是还是保留正宗的川菜 所以你回想一下 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挑战 还是不可能的任务呢 没有东西不可能了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但是有新鲜感嘛 这道菜是蒜炒牛牛 是广东式的 你尝尝看 好 在四川餐馆里面 还有广东式的那个菜 有 因为我们是商务餐 我们不能全部都是四川菜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平衡 所以对于就是餐馆的食材 其实很多作业你都亲力亲为 所以都很熟悉 这也跟你就是平常 我知道你每个周末都会上巴沙 对 可能有关系 你对食材的人的认识 对 我知道有什么新鲜食材 真的 他们难不倒我 二十年前当我们要把原料带进来的时候 都有点困难 都有困难 是因为没有人从那里引进材料 对 那个材料引进来也不新鲜 当我们带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茶匙 也是有那个叫拜碗杯 对 有这个茶匙也是四川东发的一个特色 所以当时也是 飞了好大的劲把这个茶师傅带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的人力局 很多倒茶 谁都会倒茶 为什么你特地要从四川把人家引进来 我说这个倒茶功夫是要从小训练的 不是普通倒茶 那么那个铁罐子都已经好重 对不对 又要能够表演 还有一些表演的动作 所以还要给他们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说服他们再把它带进来 所以当年是 有很多是第一 对了 什么东西第一 所以东西就做得比较辛苦一点 这道菜是豆花面 你那道菜是淡淡面 就是传统的四川淡淡面 对了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就从一开叶到现在都有 对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从豆花面这样子 一个非常特殊的菜肴 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 对 这道菜是因为我们的餐馆名字 叫四川豆花 所以我们觉得豆花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可以有咸的有甜的 那么把豆花放在里面 蛮爽口的也蛮 对 就是把豆花当成一个佐料来烹煮 对 那这些年来就是四川豆花饭庄 从一间开发到本地 已经有开了四间分店 四间 对 然后海外有两家分店 海外有两家 所以对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 你自己满意吗 还不是很满意 因为员工很难 很难找到好的员工 那么再加上现在大家的要求 对饮食的要求越来越 大家可能就是出国 就是市面见广了 市面见广了 那么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那可能外面的人看你 总会觉得就是一个有钱人的千金小姐 进一家餐馆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有 我们是挂牌公司 那么我们都有我们的公司的要求 那么我的KPI也是公司的成长 公司的盈亏都是我的 盈亏要自负 都要自己 都要我承担 而且越是越新的靠山 越不能够时常去要求 根本就没这个机会去要求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 要很专业地对待我们的问题 所以这道就是豆花 是你们的就是招牌甜品的 招牌甜品 来到这里 一定要吃豆花 如果第一次到这边 一定要吃豆花 这二十多年来 餐馆景取得一定的规模 其实这家餐馆是你父亲 黄祖耀先生当时交给你的一项任务 你觉得他现在对你目前所 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吗 我相信他应该满意了 因为做餐饮业他也知道不容易 尤其在服务这方面 他也知道那个困难 但是我觉得他也知道 我是尽力而为 对不对 那么也是有亲力轻微这一块 那么我觉得他应该满意了 他这是满意的 他应该是满意了 虽然他要求很高了 不过我是问心不愧 尽力 他还有给你一些建议吗 要多换菜肴 不能吃久了会咽 我是黄伟玲 我从南洋幼稚园开始 一直念到南洋女中的高中 前后一共十四年 我是董苏华 我在南洋女中一共念了四年书 虽然说这个校舍现在非常地稀 那个时候校舍是非常地 就是非常相当地老旧 老旧 很有味道的 很有味道的一个 一栋校舍 那除了你之外 你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也是跟你一样走这样的一个道路 对 我们都是南洋小学的学生 只是女生就继续在中学高中念书 那么男生多数就跑到华侨中学去了 对 你在念南洋小学的时候 校服是跟两女中一样吗 一模一样 是一样的对吗 小学 中学 高中都一样 应该都一样 裙子都要到膝盖 对 要长的 对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叫做礼堂 礼堂 对 我高中的课室 对 然后这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上课的地方 我中学也是在那里 在这里 对 然后这是图书馆 图书馆 对 然后如果这里下雨的时候 淹水就是南中湖 南中湖 对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如果 上体育课或者是下课之后 没事干的时候 就会坐在这里 对 然后毕业照的时候 是站在这里前面拍 对 一模一样 对 那么申其霖呢 申其霖我们也站在这里 申其霖我们都在这边 对 唱国歌都在这 是 这个应该是申其霖的肝 应该是这里 对了 对 在这里 对 然后它就拍在这里 所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我们的笑 这是我们的笑色 是 到九十年代还是 就是 你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高中 都在南洋三校的体系里成长 这十多年的教育 对你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南中的校训就是情政端朴 所以我相信这六十年我都是很遵守这个校训 所以再加上又是华校 华校生 所以情政端朴 清劳 谨慎 端庄 朴素 大概这个就是华校生的传统 然后我们的校训 我想我应该已经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吧 我相信了 为什么父母会把你们送往这个幼稚园 小学 然后就是还有南洋女中 或者是华中这样的一个道路呢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教育道路 母亲都是受华文教育的 她觉得我们是华人 应该要有这个华人的 基本的传统思想 那么一定要会讲华语 那么在沟通方面 也比较能够了解对方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 因为我还是蛮高的 所以每次都是坐在最后的 对 我也是蛮高的 我坐在最后一排 我没有机会做起 所以我在后面可以搞东搞西 对 所以这个回忆不错 很开心今天回来 那么又再跟学妹一起 谈谈当年的 然后大家的记忆和认知是相同的 都相同的 所以她的那个影响力是存在的 很大 最怀念的又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当年上课跟老师打成一片 给老师取外号的那个 顽皮的情景 每个老师都有一个外号 对 每个老师都有一个外号 那么 其实有点不礼貌 那时候有时候当面还 都会叫她们 当面叫她们 你问了好多问题 现在让我问问你 你是我的学妹 那么你觉得 你又在南洋这几年 你又得到什么领悟 当然她在培育整个价值观 还有传统观念方面 它是起了一个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我进来学校的时候 已经是双语政策了 你是双语 所以她提供了一个双语的 使用双语的环境 那么我们学校也庆祝一些 传统节日 例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每年的农历新年 我们都要布置班级 然后有一个班级布置比赛 然后每一年 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才艺比赛 好像我也忘了 可能中医的时候是舞蹈比赛 然后某一年是相声比赛 然后四年的教育下来的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才艺比赛 然后可能也因为 有这么多姿多彩的一个学校生活 她就可能培养了我 一个比较全面的 或者就是可能喜欢上台去表演的一个 怪不得你今天能够做主持 就是男人 或许 对 我想它的影响是有在的 对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南中也给我一个机会说参加表演 好像国庆日 我也参加国庆日表演 青年节 我们有青年节的表演 那么又跳土风舞 又我是属于游泳的校队 所以又参加游泳的比赛 所以你说国庆日的表演 我也参与过两次 对 四年你就参与了两次 对 然后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花了很多时间在排练 对 在排练 对 青年节 是 还有就青年节 好像我也有参加过她的那个合唱团 看我什么都参加过 对 还记得这个操场吗 对 有这个印象 有 如果下雨的时候这里会积水 积水 然后变成南中湖 变成南中湖 我们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不用上课 那么妈妈就嫁了 需要找罗里来 叫罗里来带我们回家 对 那个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生起礼都在 就在这个操场 对吗 没错 那除了生起礼之外 我记得我们以前 就是所有的运动项目 或者客丸活动 都是在这个操场上进行的 我还记得接力赛 那么就在这里 是 篮球赛 排球赛 softball 我还记得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对 没错 还是没改变 还是那个大小还一样 大小都还一样 差不多一样 都差不多一样 那么 只是建筑都改变了 对 没错 建筑改变了 对 经过了50多年 现在把重温旧梦 重提往事 蛮有感慨的 对 那我在很多就是过去的一些 媒体的访问当中 都看到说父亲对你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你觉得他对你最大的影响 是什么 除了送你到南洋幼稚园 除了送我到南洋幼稚园 小学 中学 高中 他也鼓励我进南洋大学 所以我相信我就是从小学到大学 都是受传统华文教育 再加上我是家中老大 对 所以我父亲说你是老大 心就要大 是吗 真的吗 对 他总说心要大 你一心大的话 你就东西就不计较很多东西 心胸宽大 还有什么东西要计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来讲 我受用无穷 所以当我在公司 在做人处事 或者到今天我在替社会服务 我就都有这种宽容之心 那么都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 也愿意带领就是比较年幼的弟妹 然后小下属 包括下属等等 也想要带领他们走向正路 教导他们 那么除了你父亲之外 一般人就是我们都觉得 父亲对你的影响很大 那你母亲呢 他对你的影响又在哪方面呢 我母亲当然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她很接俭 很扑术 也加上受华文教育 那么一手帮我们五个 三个弟弟 一个妹妹 都教导到今天 所以我觉得她组内 我父亲组外 我觉得这个配合得很好 那么你从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受惠了这么多 现在用怎样的方式来回馈母校呢 我现在是南洋幼稚园 还有南洋小学的董事 所以大概这个应该是回馈的一个方式 看这三十多年的经历 你有什么感言吗 我总觉得女人分好多阶段 前二三十年就是做一个好女儿 好妻子 好母亲 为家庭 为家庭忙碌 那么为事业 现在我总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是让我走入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回馈社会 能够替社会出一份力 找到我要做的事情 在往后的二十年 觉得蛮充实 蛮有意义的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和她的接触主要是在一些媒体招待会 还有学校的活动上 就是南洋的周年庆活动等等的 那么她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而且喜欢制造惊喜 让人感受到她的用心 那么这几天的接触之后 正是了我的感觉 她就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企业高管 其实她完全没有价值 非常的随和 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需要席地而坐的话 她也会毫不宜坐下来 也不会顾及自己的身份 觉得很尴尬 那么她很亲力亲为 一个例子就是她自己开车 那么她的车子也没有特别的豪华 那么在访谈当中 当然我也免不了会问她 关于她和她父亲之间的关系 和对她的影响 她没有刻意去回避 但是总是点到回纸 似乎不是太想让人家 从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 想要我们正视她自己的成就 我想这就是作为名人后代的一种压力 我觉得是一个很 一个很美的 很美的 很美的 我觉得她的自己开车 我们能有这个勇气 我觉得她的自己开车 我们能有这个勇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